那其實都是一些工具 工具的目的其實工具常常互換 為什麼? 隨時會有新的 所以你不見得會 一定是用到生死使用者 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的思考方式 也許可以改變一下 我們一般其實像老師平常在做這個 規劃的時候 也許你會畫在紙的上面 畫在紙上面 但是紙 你要做更新 做Upboard比較不容易 而且有時候容易遺失 所以這個你用新制度的方法就變得比較簡單 那麼新制度的話 其實 像他就是 以一個中心思考 你有一個主題之後 有一個目的之後 我就去思考 看 怎麼樣的東西 我可以想到的 所以才能弄進來 那他不見得一定是像這樣圓圈圈的 像你在右手邊這邊 你可以看到 他也可以變成什麼 像我們一般的組織圖那一種 點一下 有沒有 這樣是變成組織圖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我算太長 沒關係 點到他 每一條你都可以選擇不一樣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 他就會變得比較小 只是如果這邊來講 我是用 當天那種新制度原始的方法 這呈現會比較容易 那麼 您可以像這樣子 像我在這邊 如果你開一個新的 就是一個主題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 講我關於數位 教材的 那你就可以想 教材裡面會有什麼 你可以按六鍵直接新增 發入 所謂的分支主題 那他就等於往下一層 就往下一層 那教材裡面你可能就有分 比如說減半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有想到的 都可以先把他列出來 因為現在習慣得 我直接按輪策比較快 比如說那個 影片的 那你再撿到這邊 我又有想到 比如說我們剛剛 還有什麼 淡本 對不對 影片的淡本 不用自己做 那減半要怎麼去 圖庫的 你可以這樣一層一層先做 那 一般來講不見的老師會有那麼完整的時間 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想這個主題 這樣你會表紅 會踢一下 你可能都是零睡時間 對不對 也許有些人睡覺都不好睡 我是記得明天要做什麼事情 那沒關心你記到手上 然後呢 最後跟你曉得 你所有的內容就變得 比較充足 那如果說 我相信 這個淡本 那也可以開放在哪邊 你也可以加上什麼 像這樣我們有做關聯 這個 其實跟這個也有關係 那你就可以自己 像這樣去關聯起來 甚至呢 你也可以插入圖片 甚至插入插連結都可以 所以 如果說這兩個 我還想要做個註解 我也可以把這兩個 熊巧之後加上招藥 你可以說這兩個其實可以 又做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內容 那麼 今天如果你要做插連結 也可以像我這邊一樣 因為它有頁簽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插入 新增新的頁 這裡 增加一點 好像一次要那個資料表 那個叫做 工作表 一次要那個叫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插入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不同的主題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很難攻略到同一個 你可以像這樣馬上整理起來 那麼 我從這邊如果我這裡要插連結 按右鍵 當然我在連結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告訴我 我要連結到哪一個主題 確定 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它這邊就出現這個 點下去就跳它到那裡 但是就變得比較簡單 事實上呢 它除了這個以外 它會把那個 甘特圖 就是我們專案的甘特圖 包進來 這是2.6新的版本 它又包進來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版本很重要的 就是什麼 就是在這邊 增加了一個就是 版本的那個 它有一個版本的 這裡 它有一個版本的面板 它哪不見了 會自動存檔 每一個版本它會幫你記錄下來 所以你可以隨時還原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想錯啦 想到這個版本 之前的不太對 那我就隨便把他哭回去 好 那這個檔案呢 其實都很小 而且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我把圖片插進來 也是OK的 好 甚至呢 有些時候因為 老實 內容可能是簡報對不對 也許是影片 沒有關係 你看可以插入附件 附件的話呢 比如說我是插一張影片 我就知道說 講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要再上一個影片進來 這樣的話我們是 你思考就比較完整 因為只等了可能你就只能穩跟圖 可是我們像很多內容是超過這個範圍的 那你用這個方式來做思考 應該會比較容易一點 當然要拿來做上課簡報也可以 不過有絕大多數都是在思考的這個進購過程裡面 我利用這個方式就可以 很快的把我的東西累積起來 而且最重要是可以重複使用 好 而且可以隨時補充新的進來 相對 它在移動上就相對很簡單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邊 如果我要這樣移動 我就可以把它稍微拉開 各位老師在用Word的時候 如果你要做那個物件的微調 我們平常如果用拖曳的時候 會有點好像有那個磁鐵吸住的感覺 所以你會按哪一個快速鍵 是Auto Auto這樣可以做微調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我按住Auto的時候 我就可以靠得比較近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能搭過來 它會被吸到這裡面來 比如說我發現這個主題其實應該關於大家這邊來 我就上進來 上次就很簡單 你不用重做 人們說一般用弱的 你用什麼組織圖 是不是很麻煩 你很多時候都要重新使用 可是我們在這邊就更得很簡單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再參考一下 所以說 可能一些比較細部的部分 我可能就先 上次到這邊 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